一只十倍股 或者一只很有潛力的股份 就像騰訊那樣 它必然經歷過一個階段 一定會經歷過一個階段 就是創力市新高 我也是喜歡發掘一些 它一旦我看中 它就會賺很多很多 但我看錯它就輸少少 我自己當時也說 這只股份跌到零元 我也是會照樣拿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潛力是十倍計 所以我當時價值就 百個多就是 自己其實在三月份的時候 一直提起一只股份 但那只真的偏小價股 風險一定有 大家要想清楚 我自己當時也說 這只股份跌到零元 我也是會照樣拿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潛力是十倍計 所以我當時價值就 百個多就是力量科技500 它是Tesla的獨家供應商 我自己就覺得 只要電動汽車的市場 繼續有這個競爭 大家要出車 要提高產能的話 必定都是要向這間供應商 去買東西 即是說 只要電動汽車的市場 不斷增長 這間公司一定賺錢 而這麼漂亮的公司 竟然是未能進入任何基金的報告 即大行報告 到目前為止只有一份 而且是14至12元才出的 我看那時是8元 接著又未能進入港股通 因為它已有200多億市值 但竟然還未能進入北水 即這個版法的行業 叫做壓住技術 即它們是出產壓住機 就用來製造一些車殼 竟然這個市場上 它是龍頭 即市佔率是50多% 但也沒有北水買不到 那如果北水買得到會怎樣 即是如果大家可以想想 即是那時司摩爾6969 心凍公司2400 其實它做的行業 都是我覺得做一般般 它們做的行業 不是很爆發性的 那些增長的行業 但問題是它們一納入北水 都可以炒高 即是那時司摩爾是2000多億市值 炒到5000多億市值 那麼大隻都可以炒到這樣 那這個力競科技是說 現在只有我看那時百多億市值 那麼它炒到炒到哪裡 那個潛力又是很大 那其實那個投資的原理是一樣的 我都是喜歡發掘一些 即是它一旦我看中 它就會賺很多很多 但我看錯它就輸少少 我都是希望不斷發掘這些機會 低風險高回報 我覺得有的 其實市場從來都有很多這樣的機會 即是低風險 但是真的要多些時間 還有要有耐性 時間 再加上運氣才可以把握到 高風險的確高回報 但其實很多時候高風險低回報 我自己覺得 在市場上 八成都是壞公司 八成的股份 買下去 你都只會不斷跑輸現金 跑輸現金 反而我自己覺得真正漂亮的公司 只有兩成 而兩成之中最漂亮的 可能只有1% 甚至乎是0.1% 所以要找到這些公司 就是一定是 其實要看完所有公司 最好看完所有公司 但有些濾鏡 可以 因為很簡單的一件事 一隻十倍股 或者一隻很有潛力的股份 它成為十倍股 或者好像騰訊一樣 它必然經歷過一個階段 一定會經歷過一個階段 就是創歷史新高 你只要一直留意著 創歷史新高的股份 就一定會有 未來的王者 未來的十倍股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它要升一百倍之前 它首先要怎樣 起碼要先升一倍 給你看 然後它就要創歷史新高 所以我只會很專注 留意那些股份 因為未來王者就在那裡 如果是這批的股份來說 平均每一天創歷史新高 那不算牛屎和紅屎加起來 平均每一天只有四十隻 紅屎現在就更加少 可能只有二十隻也沒有 現在正常五隻也沒有 可能一隻也沒有 所以你只要專注去找這隻 創歷史新高的股份 其實你不用看很多隻 一天試過牛屎的時候 就二百多隻 那你不用看二百多隻 你看二百多隻 只要最強的那些就行了 然後我又會用一些工具 剛剛說到二千隻股份 要怎麼看 那我一定要用一些條件去做篩選 那我這些條件去做篩選 沒有理由我還用肉眼去看 就是很老實這麼說 去到現在這個時代 那些最上級的資料管理者 最上級的投資者 他們是不會拿著一個螢幕 一個螢幕 那他們就會分析這個股份 他們都會一個 但他們在很多軟件裡面 很多的量化工具在裡面 那我經常都說的 就是現在最強勁的股神 就不是巴菲特 最強勁的股神叫Jim Simons 那這個可能比較少人認識 但他就是真正在過去二十年 他是真正的股神 我自己覺得 那他就是玩量化交易的 那他請的手下就是數學家 信息工程的那些專家 全部請了這些最頂尖的人才回來 那同樣的市場 我們面對的對手就是這些 就是最上級的那些大戶 那就是這些 那我難道我還看一幅圖 我去跟他 就是我怎樣跟他鬥呢 大家要想一下 那我自己就覺得 我就算沒有這些人那麼厲害 拿了一些量子生化武器 我至少也要拿一支槍 所以我起碼都 快要做一個叫量化分析工具 就是起碼我每一天看股票的時間 我可以由十個小時變成一個小時 就是有些很方便的指標 可以讓我快速地看到未來的王者 而且這個量化分析 也都可以很幫助我 更加穩定地去做我的交易 因為有更加多的研究 又有一些回測的數據 那我自己覺得 買起來我又有信心一點 賺起來股份上來我又快一點 在這個市場上 我贏不了最頂級的 我起碼贏了九成人 如果制裁 我想是新疆的方向 或者是香港這些 這些其實一直都在做 都不是新鮮的事 但是似乎它 大戰略就不是 頻頻制裁、密密制裁 就不是這樣 就是路數跟特朗普有一點點不同 特朗普就天天簽又天天簽 很過癮 拜登又不是 我想它都以圍堵、孤立的方向為主 但是這個都不是沒事的 因為始終你發跡的日子 看得到你是靠外面 你看看中國最厲害的就是 2000到07年那幾年 入了世貿 接著是世界工廠 其實這十幾年 這個角色已經一直在減 一定有作用 只要作用是多久 所以發揮成怎樣 這個未是很清楚看到的 我想是政治姿態 大家互撐 因為它那個一帶一路 其實都沒有什麼作用 你以為你身邊的那些 小國帶來的新債而已 你實際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你帶到什麼得益 沒有什麼得益的 自己在拍照 我喜歡的人 你放動 我來自找人 別忘了 便當作用 我可以 要改畫 你們 自己看 微行 我幫你 我把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